汽車切套的適量車輛在盆轄,在流串 那現在的巡邏同仁就在我們這個經貿園區 在中平和經貿園區的附近發現該車 然後學習我們就進行攔補 那該車因為拒絕我們的盤潛衝撞遠景 至於我們在線上馬上通報這個攔截圍補 然後在圍補的過程中,第一個時間點在我們這個經貿園區 跟中平和的時候就有發現到適量車 當時就有衝撞的情形,他衝撞我們人情 他很加速往這個自私跨速道路,往彰化園旅方向 我們楊副首長在沿路中還在安全的考量情況下 在兩個時間點,這個總共我們開了有12槍 這個過程中,同仁是稍微有輕傷 那現在就在住院觀察中 這民眾的部分現在我們還在查證中 因為我們現在第一時間我們是不曉得後來才知道 也會做證實 我喜不認為